大家好,欢迎回来 上一讲介绍了阿里云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 本讲简单介绍著名的百度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这是百度语音提供的开放人工智能平台的网站链接 在此可以看到百度AI平台提供了大部分人工智能服务 百度大脑是百度AI核心技术的引擎 包括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 深度学习等AI核心技术和AI开发平台 百度大脑对内支持百度的所有业务 对外全方位的开放 助力合作伙伴和开发者 加速AI技术的落地应用 赋能各行各业转型升级 并通过百度智能语音赋能行业客户 百度AI开放平台近几年持续升级 是目前最完整、最前沿、最开放、最具火力的AI技术平台 现阶段从深度学习框架 深度学习实信平台 场景化AI的能力 定制化训练平台 到软音一起模组和解决方案等实现全面的开放 为各行各业赋能 加速创新AI产品落地 助力企业智能化转型 百度AI提供了全站的AI能力 提供端到端软音一起化的应用 技术能力方面包括 语音技术、图像技术、文字识别、人脸与人体识别 视频技术、AR与VR、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智能、知识图 每一种技术都有其应用场景 百度AI提供了比较齐全的场景方案 包括企业服务、信息服务、智能零售、智能医疗、智能工业、智能教育、智能硬件等应用场景 对以上应用场景 百度AI完整的部署方案包括 设备端部署、服务端部署、软音一起部署等等 这些部署方案使得企业AI应用非常容易部署 在开发平台方面 百度AI提供了非常全面和方便的开发方案 包括飞奖、PaddlePaddle、AI Studio、EGDL可视化模型训练与服务平台 语音自训练平台 OCR自定义模板与文字识别 对话系统定制平台Unit 智能创作平台 内容审核平台 EasyEdge端计算模型生成平台 智能视频监控开发平台 下面将重点介绍飞奖PaddlePaddle AI Studio以及EGDL可视化模型训练与服务平台等这三个开放平台 先看飞奖PaddlePaddle开发平台 PaddlePaddle是百度提供的国内首个开语言深度学习框架 是基于深度学习编程语言的新一代深度学习框架 在兼具性能的同时 极大的提升了框架对模型的表达能力 框架本身具有易学 易用 安全 高效等四大特点 是最适合中国开发者和企业的深度学习工具 PaddlePaddle网站链接 及Github项目地址呢 如图所示 请看图 可以看出 PaddlePaddle呢 不仅包含深度学习框架 还提供了一整套紧密关联 灵活组合的完整的工具组件和服务平台 有利于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落地 PaddlePaddle呢 已经开源了60种以上的 经过真实业务场景验证的官方模型 涵盖视觉 NLP 推荐等AI核心技术领域 成为官方支持模型最多的深度学习平台 从而可以快速地构建强大的应用 满足各种场景需求 核心框架层 主要包含三个核心框架 Paddle CV 用于图像分类和视频识别 Paddle NLP 据Paddle Paddle深度学习框架打造的工业级的 NLP开源的工具集 最懂中文 完善 易用 灵活插拔 Paddle REC 用于智能推荐的场合 请看图中的视频 图当中给出了强大的 百度NLP工具集 下面看AI Studio开发平台 AI Studio是一站式的深度学习开发平台 它集开放数据 开源算法 免费算力 三位一起 为开发者提供高效学习和开发环境 高价值 高奖金竞赛项目 支撑高效老师轻松地实现AI教学 并且助力企业加速落地AI业务场景 请看图 这是AI Studio开发平台 登录以后看到的界面 上面有项目 数据集 比赛等等 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 创建自己的机器学习算法和应用 请看图 左边是AI Studio开发平台 创建项目时看到的界面 可以选择项目环境以及相关的参数 右图是运行环境选择界面 有关AI Studio开发平台的详细使用 参照相关的文档 下面看EZDL 这是百度定制化训练和服务平台 致力于为零算法基础的企业用户和开发者提供高精度的AI模型定制服务 EZDL网站链接 EZDL网站链接如图所示 EZDL的产品服务 包括定制图像分类 定制物体检测 定制文本分类 定制声音分类 定制视频分类 请看图 图中给出了EZDL平台的使用流程 首先创建模型 出现图所示的创建模型的对话框 填写相关的参数 然后上传标注数据 再训练模型并检验效果 最后上线模型 获取API或者离线的SDK 即完成了模型的定制 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百度大脑提供的AI服务 和平台功能强大 建议大家根据网站提供的文档 进行学习使用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